欢迎收看108年9月7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王思武 为了照顾市民健康 高中市政府卫生局国际福伦社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及一大医院合作 免费为市民办理肝炎及肝癌检验及逼肝吸肝塞检 由于肝癌名列国人十大死因的前茅 主办单位呼吁民众 平时就要定期进行抽血检查 早期发现才能够早期治疗 左营区新庄高中的活动中心人潮汹涌 几乎挤得水泄不通 全都是要来参加肝炎肝癌检验及逼肝吸肝塞检的 因为国人肝癌死亡率实在是高得吓人 肝癌事实上也是国人最重要的一个慢性疾病 那么高雄市尤其我们高雄市肝癌 每年大概有因为肝癌死亡的大概有1100到1200人 所以这个对我们高雄市民来说 肝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 高雄市民平均每年超过1000人死于肝癌 由于绝大多数都是B肝吸肝的代源者 因此相关的筛减显得更加重要 B吸肝是我们造成慢性肝炎跟肝硬化 以及有机会产生肝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慢性传染性疾病 那我们在整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他们多年来一直很用心来就是结合社会上的一个爱心的善款 那这一次就是由福伦社3523区地区总监 还有相关的这些友社一起来赞助我们这个高雄市 在左营区来扩大我们B吸肝的一个筛减 别以为筛减很麻烦 一大大厂医院张院长提起民众 其实只要抽血检查 就可以清楚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B肝吸肝的筛减非常非常简单 只要扎一小针 不会痛 经过测试 有医疗单位帮你做个测试 就会给你建议 给你建议并不是说你就得到 不是 我们会给你建议说 你要不要去照个超音波 请肝胆卫长哥医师 给你好的健康教育 你有好的健康教育 米肝吸肝就远离我们 由于这场筛减活动完全免费 吸引超过2000多位民众参与 对市府及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机会 都感到很感兴 有看到这个检验我觉得蛮好的 就因为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刚好透过这次检查 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蛮好的 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好 也可以顺便帮我们筛减一下 看我们本身肝有没有毛病 顺便看肝脂肪 很好 我们高雄市民觉得蛮有福气的 卫生局表示 如果错过这次免费筛减 也不用担心 只要年满45岁的民众 国民健康署委会提供 终身一次的肝炎筛减服务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就能免于甘苦的遗憾 无论宠爱 消除心肝 记者李嘉隆王思武 高雄报道